看起來 這是他的脖子 脖子現在外觀上看起來會有一些黃白色 那個是他傷口渡源之後的減加 這隻懶溪龜算是幸運的 被魚網勾住脖子後 第一時間被通報 送到屏東海生館水生動物救傷中心 活的海龜近來大概會是20隻 那種類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綠溪龜為主 幾乎台灣 如果我們從那些通報系統上看的 死掉的海龜或是活的海龜 我們都可以發現幾乎九成以上的海龜 都是綠溪龜 能被救起的海龜僅佔兩成 根據海洋保育署統計 光是去年就有269隻海龜被通報 不過其中死掉的就佔了213隻 把藥塞在小卷的中間 每隻受傷的海龜都被隔離 在單獨的水池中 從治療 檢查 復健到野放前 都由這群海龜保母貼身保護 研究員還從他們糞便中 發現各式各樣驚人的垃圾 保麗龍 塑膠管子 這個有點類似一個小的塑膠管 塑膠管 這些東西雖然不會讓海龜馬上死掉 可是我們想像一下 這些海龜其實它吃了這麼多垃圾 跟它的食物進去 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是 占據到它消化到的一些 蠻大的一個空間 就變成說這些東西也會影響到 長期來的話也會影響到 它對食物的一個營養的消化跟吸收的一個 你現在每天都看海龜嗎 對啊 我幾乎每天都會來海邊看一看 觀察一下 來自台北的獸醫錢辛華為了海龜定居在恆春 大概快的話兩分鐘 慢的話大概四五分鐘 就有上了換氣一次 所以看到的時間很短 所以要花時間 不管晴天雨天來看海龜覓食 已經成為錢醫師每天最療癒的時光 其實恆春半島從海口沙灘一直到這裡 還有那個石牛溪 石牛溪口那個沙灘也曾經有 在地人說有海龜生蛋上岸產卵過 兩年前也是它發現海龜上岸產卵蹤跡 還是肯管住成立到現在 首次海龜孵化紀錄 路客還很多之前 這邊每天都是一堆垃圾 如果說是河溪流 甚至我們排放水的污染 你沒有進過處理 沒有進過去毒的處理 你只要排到海裡面 它就長期的讓這些海洋生物 這些海洋的植物早來吸收 那海龜海豚 他們會吃這些海洋生物 用行動終止海龜背割 錢醫師要繼續踏遍國境之南 每一寸沙灘 守護海龜的家 讓他們有個安心生存的地方